非農數據暴冷,台股超跌了嗎? 非農是無辜的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紀維銘、紀老師 千涵好,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一早我就收到老師TG上的盤前提醒 說台股今天會先休息再上 果然今天台股一開盤就跌了200多點 有人說是因為非農數據暴冷的關係 那麼到底會不會是這樣呢? 老師怎麼看? 來,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今天的台股在過完年假以後 它就出現了一個大跌 其實在早盤的時候跌了280幾點 投資人其實很恐慌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尾盤有慢慢的往上拉一點 台積電有回來一點 幫幫我們撐盤一下 其實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會看到股價一直殺不下去的原因 就是其實很多的股票已經跌了一大段 價值已經浮現的情況之下 你股價只要殺低 就會有買盤進來承接 我們其實剛剛你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非農就業 那我們看一下新聞 其實上個禮拜五公布的這份非農就業 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告訴大家要去留意 結果開出來以後 居然只新增了19.4萬人 預期是50幾萬了對不對? 不錯,有做功課 沒有錯,市場預期應該是要增加50幾萬 但是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兇手不是非農就業 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禮拜五公布這份就業報告的時候 美股其實並沒有下跌 就是我們在投影片上面指的那一段 那下跌的話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那它在反映什麼東西呢? 是在反映通膨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我們今天沒有要講通膨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群組裡面會跟大家講一下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到底為什麼非農 我們看起來這麼的爛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政府 他們這一份就業數據裡面 有分成公部門跟私部門 公部門就是政府的地方 那私部門就是一般企業 那這份數據爛是爛在公部門 那它爛在哪裡?因為你知道嗎? 學校會開學 所以說它會每一年都會有一個週期性 那開學的時候 因為今年美國受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們開學被延後 所以變成是原本的 應該是要來這裡去做一些 老師要去做應聘嘛 結果因為他往後演 所以導致他的就業數據 沒有這麼好看 對,那我們看到這張表格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你剛才講的預期應該是要50萬的 但是其實你看失業率的部分 它預期是5.1% 結果開出來居然只有4.8% 是比較低一點 對,反而是優於預期 而且這其實低蠻多的 0.3個百分點其實低蠻多的 代表是說美國的勞動市場 還是非常的熱絡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時薪的月增率 最關心的就是 錢錢嘛 大家的薪水嘛 那你想想看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老闆會多給你薪水 那就是很缺人啊 對,很缺人啊 就是因為他聘不到人 所以說他才要多花一點錢 來去吸引大家來應聘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 就是美國的企業 其實是很想要去招聘新的人 他們的製造業這些東西的需求 勞動力需求非常的強 但是他們聘不到人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領失業救濟金嘛 那如果免費給你錢 你要工作幹什麼 對 那再來慢慢的我們看到 失業補助的這個政策會退場 那所以我們在這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叫勞動參與率 這比較難一點 那因為其實失業率的計算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意願去找工作的人 你是不會算在失業率裡面的 對,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看到說 那他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企業想聘人 但是聘不到人 所以我們說這份數據叫做弱中透強 那我們還是回來看一下 就是其實整個失業率 你看圖最清楚了嗎 失業率已經回到了COVID-19 爆發以後的新低 所以這樣子也印證了我們 其實剛剛跟大家講的說 美國其實經濟都一直走在復甦的路上 全球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原來如此 那我們回來講一下台股 其實今天台股大跌 我相信有很多投資朋友在上個禮拜 好像大漲了一天以後 信心又回來了 可是你看連跌兩天以後 大家是又沒信心了 就開始悲觀了 但其實我告訴大家 你如果把整個K線打開來看的話 從4月到現在 其實台股大概都在一個大區間去走 所以說其實現在已經來到區間的底部 那我們根據統計下去看的話 其實台股的價值也差不多落在這邊 當然我們還是要去看一下盤面上面 到底資金怎麼去做移動 不過我們在這邊強調的是 如果我們以景氣循環的觀點來看的話 台灣還有全球其實大概都是在從付出的準備 正要付出到擴張 對要到擴張的階段 所以其實投資朋友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會不會就這樣一路崩崩崩崩到萬點 我認為機率是不大的 再來這邊如果像千涵有在我們群組裡面的話 我就會一直跟大家強調說我們在現在 其實最好的策略就是你要去做換股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今天可以看到賣盤都集中在航運股 那種弱勢股 所以現在就是真的要換成強勢的股票吧 那強勢的股票在哪裡啊 你的觀點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今天像是航運股 是非常的弱勢 那它最主要就是因為籌碼不佳 可是你看看像是2376的技嘉 它已經連續兩天漲停板 今天又再次上漲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你要把弱勢股換成強勢股 你如果在上個禮拜大家都在跌 包含技嘉也在跌的時候 你就把股票從航運換到技嘉上面 你今天就可以賺錢了 今天就賺錢了 而且差很多 一來一回你差了40% 所以你現階段這個東西算是事後論 不過有我們要告訴投資朋友的是 還有很多股票其實相當的便宜 因為股價都已經腰斬了 所以我們要趁現在所有的股價都在下跌 不管是好股票還是壞股票 都已經跌了一大段的情況之下 把手中套牢套得很深 而且你又覺得它的股票不是很好的 把它換到強勢的股票上面去 基本沒有好的成長性還在的 或是是法人在買的股票 那之後這些股票成功的往上反彈一大段 你才可以就是去減還你 你才可以獲利對不對 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那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持續放在群組裡面 那如果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都可以進來看看喔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也要加入老師的Light跟Tagren喔 財經即時通我們下次見 掰掰